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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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唐长宏总是担任轰20的总设计师 在网络上早有传闻 早在2015年运到20是非的最后阶段还没定型之际 就传出了运到20总是辞职 并开始了一项更重要的保密任务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总是辞职 这不仅说明了西非对于运20技术的自信 同时也表示新任务比运20更加重要 而这也就只有作为三位一体和打击力量中 重要一环的下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了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在前几日 西非公众号一篇文章中 某项目S1排气管被断样件顺利交付一飞院 这句话也透露出我国空20的研发工作 实际上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 因为S1排气管这种装置 就多用在非意识不局的战机身上 我们保守点估计 在2015的时候唐长红总师 开始进入到轰-20的研发当中 以运20近10年的时间算 轰-20可能将在2020年左右实现首飞 2025年左右交付部队 等到那时 中国估计将一举成为空中强国 我们拭目以待 至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